胡人总冠军概率几成了 目前我感觉西部这块最看好的就是胡人队了 因为胡人你看詹姆斯打的多冷静 而且现在詹姆斯不会再顾及很多眼前的那些小细节 你比如什么个人数据发挥之类的 无所谓 数据完全可以容让 甚至小李福斯他的运求权力在我之上 勒布朗詹姆斯甚至都愿意看到小李福斯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詹姆斯现在这个心态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胡人队这种也强 那些人就会有农美 你看农美现在在旧赛期间已经打成连续当中 紧碎约及其的这么一个连续当中 极具分量的五号维修员 而且农美又是攻守一体 攻守两端都能做贡献 现在板诺席呢也有很多狠角色 包括沃尔克这都已经被启用了 后来呢像巴春磊 这个在队内也展现了自己价值 范德贝尔特呢 现在作为防守兼兵 他经常也能够被启用 面对对方进攻箭头 适当进行一定的战队 有太多选择了 所以今天这胡人还是比较强 你再看绝景呢 绝景阵容神度比较弱 板诺有谁呀 要不就一个布朗 再不就说还有谁 一个这个杰弗格林 这都挺一般说仇啊 不是多强 绝景队这个板诺神度真是一般 不像胡人这么有优势